回憶 韓國王 其實有點累啦 因為我們下午在那個動漫公園那邊 也唱了一下子 對啊然後就片夾片夾這樣 對啊我們還是非常希望 可以傳達一些 生活上的 一些好的理念給各位 對啊希望你們可以喜歡自己 喜歡現在 也喜歡自然 就像現在很多人都在追求的東西 譬如說可能是追求越來越漂亮或是越來越帥 或是要有很帥的瀏海對不對Eric 超帥的瀏海 我們希望就是我們可以自然一點 就不用這麼噴那麼多髮膠 可以嗎?Vincent可以嗎? 割當歪歪 好 然後 大過年的大家應該都還蠻開心的 所以就想講一下關於工作上面的一些東西 因為我之前是在做就是在即便會送很多貨 也會在台北 就像是 反正就很多東西啊 快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是接一些奇怪的東西 然後我 另外很不解的是 就是 我會 我們下午都會在收貨 就會去收很多 一些 開運產品 然後一天可以收兩千多件 搬到我腳都軟掉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 就是 其實現在社會應該也還好沒有那麼的 讓你那麼難過吧 就是大家好像都很需要一些開運 或是 一些 有加持過的東西 可是其實我告訴你們 那個 我在他們倉庫看到 根本就沒加持 就那個 物流的人也就這樣丟進來 然後就裝箱 然後就送之樂 老師都沒有加持喔 不要相信 我沒有說誰喔 在內湖 對啊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 接下來這首歌 我們要先進入一些 比較慢的 節奏 然後這首歌叫 DESHO DESHO DESHO是一個 一句日文 就是 什麼什麼媽 什麼什麼媽這樣子 好啦 其實 因為我們日文 其實有一點 也有一點造詣 因為常常在看DVD 就是會學一些 比較奇怪的 就好像說 行喲 行喲 就是要去囉 對 要去 要開始囉 好 宇哥